振兴券开放预购 民众从7月1号起就能够到四大超商 以及三配券官网来预购实体纸本券 而第一波的预购题次 是从7月1号到7月7号的晚间10点 而此外民众还能够透过信用卡 电子支付绑定等多重的管道来预购振兴券 因为预购的方法有好几种 因此民众第一天实际到超商预购的人数 是寥寥可数 不用排队就可以轻松完成 民众走进超商准备预购振兴券 征兴券预购开跑第一天 民众可就进到超商机台预购 也可透过信用卡或电子支付绑定 多管道的请领方式 也让预购第一天超商预购人数不如预期 部分民众也保持观望的态度 要多比较什么方式最划算 我还没有预购三倍券 想说看有哪些银行比较优惠的话 想要绑定银行比较划算 我还是会想换 购买上还没有 因为好像到年底 所以还不急着使用 对啊 还是去啦 那预购有没有想说 缺食之后有要来做什么样的消费吗 还没想到 抢供振兴券商机百货及饭店等业者则顺势推出使用实体券满千送百 或是不限金而使用真心券消费就送价值9000元的住宿及餐饮抵用券等 让民众除了真心券还能够获得更多额外的好康优惠 要来台中经典律元到消费的话 你只要拿政府发放的三倍实体券来全馆消费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 芙蓉大饭店配合这个振兴的政策也特别推出全联所的12倍券 包含了住宿抵用券及餐饮抵用券部分 欢迎大家一起来利保芙蓉品尝美食料理 地坡超商预购时间直到7月7号晚上10点 7月15号后将开放民众到邮局领取实体券 政府透过多管道方放真心券促进消费 来分流排队和作业人潮 民众若不想人挤人领取真心券 不妨就进到超商预购减少排队人潮和花费时间 接下来台中采访报导